有不少人猜测,红星早就原谅了张丹丰 是网友一直抓着不放 综合两人近些年的互动 我们不难发现,两人的交流越来越少 看起来貌合神离,这段婚姻问题蛮多的 不仅如此,知名狗仔爆料 张丹丰的经纪人还是比赢 而且两人的关系一直很稳定 事情的大致经过,我们先来说一下 张丹丰近期接到了直播带货这项工作 从网友的爆料中我们不难发现 张丹丰的对接人是一个名叫萌萌的人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碧莹 果不其然在爆料的照片当中 收款账户正是碧莹的名字 所以说碧莹现在还是张丹丰的经纪人 这和之前张丹丰的说法截然相反 而且张丹丰的钱直接由碧莹掌管 那么红星又算什么呢 毕竟两个人没有离婚 当然了,笔者的意思是名义上没有离婚 老公挣了钱,难道不应该给老婆吗 就算碧莹继续回来工作 那你只管好好上班就是了 凭什么干涉这么多 最近报的新闻还在后面 我们在曝光的聊天记录中发现 主办方原本给张丹丰和碧莹安排好酒店 但碧莹很不满意 强烈要求主办方退掉之前的房间 重新订套房 主办方坦言 退酒店会很麻烦 而且很不方便 碧莹直接自己订了套房 言外之意 就算自己掏钱 也要和张丹丰睡在一起 唐儿皇之和张丹丰住套房 丝毫不加掩饰 碧莹这波操作也是没谁了 回顾张丹丰的直播 我们不难发现 当天他状态很一般 原本约定好直播八小时 可最后改为四小时 张丹丰的做法让主办方很头疼 丝毫没有契约精神 有网友吐槽张丹丰 应该好好挣钱才对 毕竟你还有儿子女儿要养 回看他和碧莹的关系 笔者觉得张丹丰和红星的感情耐人询味 经不起推敲 两人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或者达成某种共识 如今这则消息被曝光 红星不可能不知道 或者说他早就知道了 只是没有说而已 前不久就有网友拍到 一家三口逛超市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 张丹丰和红星的关系还挺亲密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婚变 并且在张浩莲的毕业会上 张丹丰一家四口温馨合照 很幸福的样子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娱乐圈的感情真是搞不懂了 希望当事人尽早回应此事 别让大家瞎猜了 如今红星在娱乐圈早就没了位置 为了赚钱献身献成做活动 惹人嘲笑 很明显 他为了家庭一直在努力 但张丹丰居然会这样 为什么呢 一些理性的人分析 或许张丹丰和红星早就各过各的了 只是为了男方的视野没有公开罢了 毕竟他们要共同抚养孩子 如果男方熄火了 对红星没有任何好处 如今真正掌握张丹丰经济大权的人是碧莹 那么红星在这场婚姻中究竟得到什么了呢 心疼女神三秒钟 毕竟曾经他也是香港顶流级别的人物 之前红星晒过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那个时候的他真是美得不可方物 举手投足之间非常大气 再看看毕莹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长相一般气质一般 两人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 最后还是希望张丹丰能认清形势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别等到人设崩塌风停臭了才出来解释 那就晚了